我們知道交通部積極地推動自行車傑活動 從那個練習局以後 那個電影很多人就愛 我們的主持人好幾個也都很喜歡 像剛剛你看到藍軒也是每次都騎 從這裡騎他們在全世界到處騎 一下跑到日本一下跑到荷蘭 交通部在11月8號到16號辦 台灣自行車傑那現在 今天14號16號好像 到了高潮你們馬上有一個 這個叫做登山王 那是要登哪裡啊 是從這個花蓮七星潭海拔0公尺 到武嶺海拔3275公尺 一條非常挑戰的這個國際經典登山路線 是 那到底這個自行車為什麼你們在 每年都在推動 到底他目的在哪裡 我想這樣子說 就是在劉兆玄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研考會副主委 我跟著劉兆玄院長去參觀台中傑安特公尺的時候 那時候劉金鞭 劉金鞭 跟我講了一句話打動我的心啊 他說他的夢想是 台灣 大家想到台灣就想到來騎自行車 大家想到騎自行車就能夠想到台灣 台灣整個台灣島應該是個自行車島 然後劉院長也把這個當作他的一個政策 目標之一 就開始全力的打造全台灣的自行車的環島路線 各地的自行車路線 那我們推動自行車其實有三個意義 第一個 就是台灣品牌問題 就是現在怎麼樣讓全世界想到台灣來玩 台灣有什麼特色 像譬如說台北101 台北101的確已經慢慢變成一個品牌之一 另外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很有機會 最有機會的就是自行車 另外一個他這個運動活動 休閒也好 運動也好 本身是很有意義的 大家能夠樂活 第三個其實 自行車不是光自行車製造而已 他周邊有非常多的周邊產業可以跟著來帶動 對於我們整個經濟的發展 全民的生活幸福等等 這些都有幫助 所以我們非常有步驟有計劃的 來把台灣自行車結 打造成為一個國際的品牌 所以他既是一個產業 又是一個運動 也算一個休閒 休閒 同時 也可以節能減碳 當然 所以他有很多的好處 不過當然就是說 蔣市長講 比如台北 好市長推動 U-bike就蠻成功的 我看 到了駕了幾乎一車難求 一車難求 那 不過因為路網還是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了 那 其實不少朋友騎計程車 我看有受傷的也不少 他受傷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路 路可能不是那麼平 對 那他有的時候 因為計程車輪子小嘛 一滴進一個洞他就翻了 另外是騎車的習慣 因為他有時候 不小心煞了錢煞車了 這一起煞車 其他車 如果他不是從小騎 我們因為從小騎 騎計程車 幾乎跟這個游泳一樣 變成你的另外第二個本能 那有些是長大以後才騎 其實有時候有危險 這個也蠻要注意 那就是行人 比如現在已經發生這個在台北的人行道行人跟車徵道 對 當然不用以台北市來講新一路什麼有寬的路他有自行車道 但是很多自行車騎車就不走那個自行車道 他就喜歡在那個 整個寬寬人行道走 騎過來騎過去 甚至有很多逆向 真的 他們也不用鈴鐺 因為有的時候你 萬一前面有人喊一聲也好 他也不用 所以 經常現在 我也聽市政府講 自行車跟行人在 行人道上騎車的這個 交通事故也多起來 這點我不知道 除了推廣以外有沒有什麼 宣導了教育了我覺得蠻重要 現在我們已經在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大概馬上會出版一本關於自行車的 騎車的這些規範 禮儀 好要注意的安全措施等等的 這是一部分 然後我們應該要跟地方政府的 來密切的 結合 一個是道路工程的問題 有些自行車專用道 如果沒辦法有自行車專用道 要做怎麼樣的道路設計 讓到那個自行車的這個 駕駛的人 跟這個 跟這個行人跟汽車之間 能夠有一個安全的這個規範 那另外我覺得宣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怎麼樣讓大家知道呢 不要以為自行車好像 沒有安全問題 他事實上也是非常 也有的 可能的 那另外呢 如果可以 對不起我插個嘴 包括比如說要不要戴安全帽 對 甚至那個車子要不要燈 很多自行車沒燈的 前沒燈後沒燈都很危險的 如果可以我剛剛真的要講了 就是我認為應該盡可能戴安全帽 其實 我們以前是完全不注意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我覺得大家的國人安全意識比較強了 所以騎自行車開始會注意戴安全帽 可是優拜可能 很多人我想大概不會想到要戴安全帽 我是覺得說如果你有喜歡騎自行車 因為自行車安全帽 很小 很小 你隨身帶一個 跟摩托車不一樣 對對對 我是會建議大家盡量來這樣子做 可是是不是要立法變成強制呢 這目前有一點難度就是 因為摩托車當時也經過很多年的運輪 因為計程車就方便 又辦個一站一站 他可能就 但是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那個交通規則安全 其實是非常重要 不管行人 騎摩托車 騎自行車 開車都是一樣 對 是 那麼 這是這個自行車 當然荷蘭來講 那個路網建立的也蠻好的 是不是 是 那據說將來有可能在台灣或是折藥 或是比較觀光的這個重點為地方 把它建構一個自行車路網 這的確是吸引很多人 這分兩部分 像城市譬如說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等的自行車 那個是屬於有點交通工具一樣的 那因為原來的道路已經設計了 要特別批交通 不容易 那有一些地方休閒觀光的地區 我們就有專用的這個自行車 譬如說這個日月潭 它的環湖自行車呢 被CNN評為全世界10大 最美麗的自行車道 那在東部 華東這個地方 我們也做了很多 這一類的自行車道 所以就看地方 有不同的設計 是 好 那麼這自行車 那麼其實蠻好的 也許我們從小就騎自行車 騎騎自行車 真的是 又運動 又節能減碳 那另外就觀光了 我好像看到 葉部長前兩天提到說 已經突破900萬人了 今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突破800萬了 800萬 850萬左右了 所以今年900萬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我認為 950萬 很快就破千萬了 明年一定就可以破千萬 今年 今年能不能破千萬不知道 但是950萬應該是有機會 這跟 跟以前比 多了好幾倍啊 非常不容易 馬總統上任那個時候 400萬不到 第二年就是在 馬總統上任的 第二年就是 民國98年 那一年 突破400萬 從此以後 每年都是以 100萬的尾數增加 500多萬 600多萬 700多萬 800多萬 這樣上去 所以這幾年觀光人口的增加 的確帶來非常大的一個經濟效益 也對我們台灣的整個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是 一般叫他無煙沖工業嘛 那 不過當觀光人多了以後 也帶來一些 副作用 是啊 好處 這個當然就是替國家增加收入 有些廠家賺到錢 對 但是 賺到錢可能還是少數了 雖然他有那個 trickle down effect 將來會低了 大家注意 但是 不會那麼快嘛 那你看香港這個太陽化運動其中有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大陸觀光客多了 多了以後影響到 香港人自己本身的生活品質 是 那又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賺到錢 特別年輕的香港人覺得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的品質 因此受到影響 在台灣來講 其實我們也感受到了 比如說 故宮 現在台灣人就比較少去了 因為太擠了 太擠了 阿里山 大概台灣人也很難去了 日月潭 大概也都是觀光客 那我有一次去 兩三年以前 去太魯閣 想上個公共洗手間 哇就擠都很難進去 所以這一次 但是我會想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自己稍微不變一下 但是他能夠給台灣整體帶來 經濟上的好處 就是大家 這個等於是 稍微 忍讓一下 但是 的確像這種怎麼解決 一方面我們當然希望觀光客越多越好 你看像歐洲 什麼意大利 西班牙 法國都是幾千萬 好像我印象有的到了什麼 三千萬了 幾千萬 像法國八千萬 三千四千五千六千七千八對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是對國家是好的 那怎麼樣又能改善 帶來的不變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慢慢還是會有民怨 當然 可能要預防 比如說新一計劃區 因為他們都要去看101 所以遊覽車沒地方停 所以遊覽車在新一計劃裡面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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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部長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要把那個觀光客啊市場分散一下 因為目前來講當然陸客是但很大一宗 這陸客大概我們 佔我們接近40%左右 從境外進來的 然後這個接近40%裡面呢 又有超過一半以上是團客 那團客他就喜歡走固定的點101啦 阿里山啦 日月潭啦 泰魯閣 所以就造成這些地方很擁擠 所以我們現在政策 第一個團客不增加 自由行慢增加 自由行增加他就很分散 很分散了以後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個問題產生 第二個呢就是這些景點 像日月潭啊阿里山啊 我們也做了很多周邊的這些新景點開發 所以我們自己國人旅遊的時候 譬如說你到日月潭去很擁擠 可是日月潭旁邊像車城啊附近啊 其實有很多新的景點開發 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去的 那我們國民旅遊呢 就是也不用老是去那個熱門的那個點 有很多的那個分散 我們希望把觀光的效益盡量的分散 然後另外這樣就是新產品的開發 就是有一些很特殊的新的產品 其實說我們現在離島的這些觀光啦 賞鳥的這個旅遊啦 自行車旅遊啦 剛剛提到的 新的市場 穆斯林市場啦 國際郵輪啦 等等啦 這些這樣子才可能呢 把這個問題呢 慢慢慢慢的 就不要惡化 至少我們控制住 然後我們也不希望呢 路客 尤其是團客呢 增加 我就把它維持在這個 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對啦 自由行的話因為他 他可能挑他自己喜歡的固定地方去 對 就是說 當然好了 整體來講觀光課程的確好 一方面增加台灣的收入 一方面讓 別人了解台灣 像去年來講的話 外匯的收入 因為 這個觀光課進來 接近4000億 對 蠻蠻蠻多的 是 是 一方面 他們了解台灣以後 人去過一個地方 就有感情 是啊 所以對台灣的國際啦 外交啦 形象其實也都好 對對 另外台灣人基本上也 我覺得年輕這代蠻有禮貌的 非常有禮貌 對人也很客氣 所以事實上除了任客以外 歐美人 現在也來很多 馬來西亞 新加坡都很愛 韓國 韓國 去今年 跟去年比起來 增加了80%到90% 我覺得是增加非常多 日本也增加很多 所以我們台灣這幾年是 已經在國際上了 慢慢開始 被受到重視 像紐約時報 今年他選全世界 一生最要 一定要去51個地方 台灣排第11名 那不錯 因為很多人看那個來挑 我有時候會看 紐約時報怎麼講 今年挑什麼地方 有時候會 根據他們的建議 好 那麼是觀光問題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交通部長葉匡市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